很容易滑的 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首先我們用一支圓筆 或者你有這個素描筆 先滑四點 我們就直着這些線 就做了一個好像正方形 是不是?已經做了一個正方形了? 我想和你們介紹一個新的圖案 它的名字叫春天 春天怎麼滑呢? 春天我們想起什麼? 春天也很容易滑 就好像一個螺旋形 看到嗎? 好像一個螺旋形 究竟這個螺旋形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螺旋形也有它的含意 原來螺旋形是代表生命的復甦 是我們的能力 亦都代表我們的知識的增長 我們畫了一個大的春天 那怎樣可以令到它更加豐富和有趣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我說 在一個水彩紙上面我們可以移動這張紙 利用我們這個針筆01 如果你有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或者附近 畫其他春天 畫的時候 我們的手就要慢慢慢慢地推動 不用那麼大力 大家可以放鬆自己的手腕 可以有些春天是大一點 亦都可以有些小一點 那這個春天呢 就令我們呢 就是能力的復甦啦 我們呢 我們呢 自己的知識呢 與日俱長啦 好像一個螺旋形 是不是很可愛 是不是 那也都呢 我們吸收了一些新的事物 和能力 我們 令到我們呢 人生呢 我們的知識呢 生活呢 更加豐盛 更加成長了 大家 是不是很容易畫呢 這個呢 小朋友 和大人都可以畫到的 春天 這個 我經常都在我的創作裡 都喜歡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還有呢 是很容易畫 那這幅的春天呢 就已經畫好了 那呢 你可以畫完又可以 你可以呢 留一些空白的地方都可以 那我們畫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呢 我們HB啦 如果你有這支筆的話呢 我就就幫它呢 在它附近呢 白色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和它呢 是上一些陰影啦 那上了陰影之後呢 這些的 春天是不是會更加呢 那個凸凸感呢 就更加強啦 好像凸了出來這樣 那那春天究竟是誰創立的呢 當然是有個發明家的 是不是 一個設計師 哦 原來它呢 就由這個 Sentango 即閃曉的 藝術創始人 Rick Roberts 和Maria Thomas 是他們兩位呢 就是設計的 象徵呢 這個能力 我們的知識的 復甦和增長的 得不得意啊 這個春天 是不是都挺得意呢 那大家呢 比如在 畫好這個春天之後呢 如果你想它可愛一點呢 我自己就不會就這樣的 我會加一點點東西 我喜歡加一點點 你們也可以呢 有你們自己的創意哦 是不是呢 現在我們有個變體啊 春天的變體 是不是 你不一定要加這些的 你自己可以加其他東西上去都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在這個格內呢 是加些圈圈啦 或者其他設計的 是否很容易做呢 做的時候呢 就不用這麼心急啊 最緊要放鬆我們自己的手腕 享受當中的過程 是最緊要啊 還有不需要和人比較 每個人的創作 畫出來都有點不同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 一個形象 如果呢 我們呢 現在呢 在這個點裡頭呢 把它呢 柔心一點 是不是出來呢 感覺完全呢 和剛才呢 又有不同啊 是不是呀 原來呢 一幅這麼簡單的畫呢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創意哦 那閃曉畫是一個現代的藝術啦 透過不同的畫面